学会改正心态,选择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,心态,改变你的人生,凡事多往好处想,永远不要失去生活的热情,心存希望,才能创造美好人生,心态不同,命运也截然不同,用乐观来对待生活中的不幸,最大的敌人其实是你自己,重视生命的价值,千万不要自暴自弃,人生没有过不了的见。 不要老是活在过去中,打开你的心窗,让阳光进来,实惠驾驭心情,做一个快乐的女人,不要抱怨命运的不公,让有商人离自己,给生活加一点糖,放飞你的心情,获达的女人更快乐,快乐掌握在自己手中,拥抱好心情,培养快乐的小妙吧,生活不需要太多的包袱, 他不然接受自己,享受生活,享受快乐,将自己微笑如花,从容冷静,拥有一颗平常心,用平常心拥抱生活,珍惜你所拥有的,摆脱欲望的枷锁,不要去羡慕别人,在多名利,不求奢华,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,做人, 切记不要太贪婪,看得开,烦恼自然无,不要太计较人生的德语师,学会选择,懂得放弃,保持一颗平和宁静的心,清除心灵的垃圾,停泊是上帝的赐予,把位置放到最低,充满自信,做最好的你自己,相信自己一定能行,珍惜独以无二的你,跨越自卑,就能主打命运, 千万不要点击自己,自信的女人最有魅力,时刻正确的看待自我,自信创造人生的奇迹,大声说,我很重要,信心能够帮你重获先生,一定不要怀疑自己,不要忘了为自己喝彩,人容通达,读懂帮育人的生存智慧,伸出你的有爱之手,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,用宽容之心打动别人, 照亮别人,也照亮了自己,不要只看见他人身上的缺点,才一是一种毒液,给别人抬接下,善待你的对手,把赞美当作礼物送人,用于承受自己的错误,学者掌控命运,把苦难看作是一种魔力,生活总是充满着挑战,做自己命运的主人,把失败当作成功的跌脚值,人生低谷并不可怕, 苦难是最好的老师,困难面前,你需要的只是一点勇气,苦难过后,是美好的结局,努力的向前,成功在于勇敢争取,自我减压,做自己心灵的主人, 善待生活中的各种压力,学会控制自己的怒火,恐惧是人类的到底,放松自己,远离精神疲劳,学会向不良情绪说, 再见,季度是成功的伴脚值,跑开沮丧的心情,消除你神经过敏症,记得给自己减负,自控才会有好的性情, 善待自己,好心态让女人健康一生,多给自己一些掌声,用勇气做你自己, 女人要懂得爱自己,健康让你的人生更精彩,呵护脆弱的心灵,活得快乐,才会健康, 别得先脱狂的身体,笑着面对死亡,该哭就哭,不要压力自己,不要虚度你的时光, 保持自我本色,让心灵静谧一会儿,为自己腾出一个假期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